石门区腹肌里办公室在今天举办今年第一场的共餐 里长除了要来帮二月份的长辈庆生 还向在地的企业以及公庙团体募集到相当多的红包以及摸材品 就是要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给长辈一个难忘的经验 要让长辈感受到满满的欢乐以及福利 石门区腹肌里办公室今天举办今年第一次的共餐 里长特别要来帮二月份的长辈庆生 为了增添今年第一次共餐的热闹氛围 里长还向在地企业以及公庙团体募集到相当多的红包以及摸材品 就是希望在新的一年要给长辈一个难忘的开示 并且也鼓励长辈多多来据点示范 我们每年都有办村酒 一些老人来这里很欢迎 来这里吃村酒以外 还有开工 还有小小的希望包都给他摸材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晚上有点赞助的也有 谢谢 而热闹的庆生会开始 寿星长辈们开心的站在蛋糕前唱生日快乐歌 并且切起蛋糕 而区公所也来共襄盛举 区长带来两个大红包要与长辈们同乐 也希望每一次的共餐长辈们都可以感受到开心愉快的氛围 过年的第一次的共餐 所以里长特别举办了一个共餐的新春的一个摸材活动 那奖品丰富 希望让民众在过完年第一次共餐的时候能有非常好的心情 石门区长表示 腹肌里共餐每个月有两次 而里长总是相当用心 在有限的经费中为长辈们寻找到共餐的乐趣 从每个月的庆生蛋糕 每次共餐一道特别菜 到举办多元化的活动 就是要让腹肌的长辈感受到福利满满 幸福满满 记者拉平安石门采访报道